前段时间杨子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收官 在两位流量小声的加持下 这部剧从开播到结束一直都非常有话题度 在各大平台榜单都能看到这部剧的身影 杨子新剧《长相思》路透曝光 随着余生的结束 杨子又开始自己接下来的演艺事业 进入了网上一直传得很火的《长相思》剧组《吉祥米》之后 再次尝试出演仙侠剧 这部剧从开拍就备受关注 不少粉丝带拍纷纷蹲在剧组周围 想要拿到演员第一手的新剧资料 近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曝光杨子在新剧《长相思》的路透图 只见杨子身穿灰色长袍 头发高高隆起扎在头顶 上面还照了一个黑色网装发饰 看起来清爽俐落 或许是剧组休息时间 身后戴口罩的工作人员十分抢劲 同剧组三位男演员的路透图也相继曝光 就目前路透来看 三位男性主演张婉毅谈剑刺 邓维古装扮相都是可以的 张婉毅武官端正一台很好 颇有正统中国古典美男子的感觉 而且他就长了一张很适合搞全眸的脸 路人都期待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谈剑刺屏借着在《猎罪图件》中的精彩表现 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个浑身都散发魅力的大男孩 也让他迎来事业第二春 这次官宣参演《长相思》 不少剧粉都表示十分期待 邓维作为近几年被力捧的响声频繁在各大剧组出镜 上一部戏《长月静明》因极为精美的造型 让这部剧未播鲜火 邓维饰演的男儿更是有网友直呼 会超越罗云熙 成为下一届仙侠美男接班人 三位帅哥一个赛一个的好看 怪不得不少网友都在羡慕杨子 新剧能一下子搭到三位美少年 惨被同剧组男演员艳压 随着而来的就是同框极碾压 杨子近几年的状态一直让不少观众吐槽 不注重身材管理脸越来越肿 一座大表情就脸崩 永远也跳不开邱莹营式的演技 这一系列的标签狠狠地扣在杨子头上 让这位90后小花备受质疑 因此这部剧刚开播 从各种曝光的路透图中可以看到 杨子不管一态还是身材异或是颜值 都惨被同剧组男演员艳压 说起来艳压这个词 以前只是形容各种女明星在红毯上大杀四方的同时 对同框的女明星造成一种颜值跟一态上的碾压 众所周知杨子的红毯造型一直被吐槽 全都是同款 永远的刘海盘头加抹胸长裙 跟其他女明星造型比起来 属实被虐得太惨 没想到红毯上被艳压 就连在剧组里还能被男演员艳压 实在是想问问杨子此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你期待这部剧吗 最喜欢其中的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